金砖国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合作 维护共同利益的重要平台 这次会议是金砖做出扩原决定后的首场领导人会晤 也是金砖国家在巴以冲突升级的关键时刻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 习近平主席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重点阐释了中方关于巴以问题的立场主张 指出当务之急是立即停火止战 保障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安全畅通 防止冲突扩大 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 解决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的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 不能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中东就没有持久的和平稳定 中方呼吁尽快召开更具权威性的国际合会 凝聚国际促合共识 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习近平主席还介绍了冲突爆发以来 中方为劝和促谈缓解加杀人道主义局势所做的努力 习近平主席讲话兼顾当前和长远 为有效解决巴以问题明确了方向 与会各方高度赞同感谢中国作为本月联合国安领会轮值主席国推动 通过了2712号决议 强调国际社会要切实落实有关决议 推动实现持久和可持续的人道主义休战 确保全面立即不受阻碍和可持续的人道主义准入 通过对话和包容性协商解决分歧与争端 防止中东地区暴力升级 避免冲突外议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 金砖国家在当前形势下就巴以问题 发出正义之声和平之声 非常必及时非常必要 也为扩元后的大金砖合作开了个好头 中方期待继续同金砖各成员国一道 推动停火止战 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